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一條直線 是Y等於-2x加6 跟Y軸交於Q點 跟X軸交於P點 然後我現在 將這個三角形POQ 以QP當對稱軸 翻過去 O點的對應到R點 現在要求這個R點 它的做標 這怎麼做 首先我先把這個中點座標 把它找出來 中點座標怎麼找 我們現在來看OP 長度多少 我就把什麼呢 把 這個 P點這個座標 你就把Y座標帶領 Y座標帶領的話 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X等於3 所以P點這個座標的話 X座標是3 Y座標是0 然後Q點這個座標的話 你就把X帶領 Y就等於6 所以這一點 S帶領Y等於6 OQ長度是6 所以OQ長度是6 這長度是3 這樣的話 QP等於多少 這是1比2 1比2 比根號5 也就是說QP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根號5 1比2 比根號5 擴大3倍 3 6 這3 QP是3 3更號 擴大3倍 好 那 我現在要求什麼呢 求M點 這一點 他的什麼呢 他的座標 我們先看X座標 S座標的話 這怎麼弄 我們現在來看 OQ OM是等於多少 OQ OM的話 這是1比2 以根號5 所以OM的話 是這一段的 根號五分之一倍 根號五分之六 OM是根號五分之六 因為這是1比根號5 1比根號5 這OM啦 比上6 6是等於1比根號 所以OM是等於根號5之6 那OM算出來以後 那這個是Y座標 這是X座標 那X Y比OM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1比根號5 那X 比OM 是等於2比根號 2比根號 這是1比2比根號 所以就曉得 Y座標是多少呢 根號5分之OM 乘以 根號5分之6 根號5分之6 所以是等於5分之6 Y座標是根號5分之6 那座標呢 是等於 根號5分之2 乘以OM 根號5分之6 所以跟 5分之12 所以M這一點的座標 是多少呢 是那個5分之6 跟5分之12 好 這這一段的話 是等於5分之6 5分之6 寫錯了 沒有 X是5分之12 Y的話是5分之6 這這一段的話 這一段的話 是等於5分之12 Y座標是5分之6 好 那我們看看 R R R這一點你做的要等於多少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這個三角形是這個三角形擴大兩倍 那擴大兩倍的話 所以 這個比這個是2比1 那這是3嘛 所以這是6 比如這一點 這是6 那這一個是這個兩倍 這個多少 不對 這個不是3 這個 這個是多少 這個 這個是 X座標 是5分之12 這個是5分之12 所以這個應該多少 這個就是等於5分之24 那這個是這個兩倍嘛 這個是5分之6 所以這個多少 這是5分之12 就R這一點的座標 X座標是5分之24 Y座標是5分之12 所以答案是這個 這個座標 是這個座標兩倍的 他的X座標是他X座標兩倍 那他X座標是5分之12 所以他X座標是5分之24 所以他X座標是5分之12 所以他X座標是5分之12 所以外X座標是5分之12 谢谢观看